《亮剑》可以说是中国十几年来少有的战争题材经典影视剧,小编作为亮剑的资深拥顿,看了亮剑不下十几遍,也熟记剧中的各种情节。 大家肯定都熟悉意大利炮这个梗,但大家是否记得,二十几中,楚云飞指挥国精锐第八十九师,在飞机、坦克、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,猛攻李云龙时坚守的赵庄,在坚守一个昼夜之后,李云龙的部队伤亡很大,赵庄战斗画面司令员为了减轻李云龙的压力,豪爽阔气的甩出了一句话,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, 我准备拿五吨炮弹换下李云龙,那么这五吨炮弹是个什么概念,有多少呢? 也似手掌由于我军不具备火炮的制造能力,当时的火炮应该都是缴获的日式火炮或美式火炮,以最轻的日式九十二步兵炮为例, 该炮的口径是七十毫米,炮弹重三点八千克,这四个团的炮兵如果全市是九十二步兵炮,五吨炮弹大约是一千三百发,当时一个炮兵营一般装备十二门炮,一个炮团最少三个炮营计算,四个炮团约有一百四十四门炮,云道微门炮尚不过九发,考虑到可能还会有其他更大口径的火炮, 入口径为七十五毫米,一百二十二毫米,一百五十毫米的火炮,云道美门炮上的炮弹会更少,九十二步兵炮当然,在那个武器基本靠缴获的年代,能够积攒这么多的炮弹也确实是不容易了,也四手掌为了李云龙也算是下了血本了,李云龙和柱子